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这个分量要比平常多1.5到2倍哦 多1.5到2倍 所以要吃鱼对不对 那鱼最好的话我们来选一个叫做牛奶鱼好不好 大家不知道牛奶鱼是什么对不对 就是湿木鱼啊 湿木鱼的蛋白质很高吧 我们来做一个红烧湿木鱼 帮大家冲血球术好不好 来看看红烧湿木鱼怎么做 好我们今天红烧湿木鱼材料有湿木鱼肚去骨的 还有一点姜片葱糖还有酱油 好首先呢我们先来切这个湿木鱼 那切的时候要注意的就是这边有刺 所以呢要稍微分一下 我们先把这个刺剥开来 切一片 那首先呢我们就倒一点油 然后把姜片放进来 那湿木鱼呢是我们家很常吃的鱼儿 第一因为现在的养殖都做得非常好 那它的那个鱼油也很多 都是不饱和脂肪的酸 其实是很好的蛋白质来源 所以叫牛奶鱼milkfish 有很多国外的朋友说找不到湿木鱼 然后说你叫牛奶鱼 你去找没有prish就找不到 所以现在在国外也吃得到湿木鱼哦 葱白的部分也可以掀下来 那因为现在的很方便都是单片包装 解冻也很方便 可以做长辈的除纯又没有刺 好有闻到姜片的香味了 葱的味道也出来了 这个时候呢我们先放糖 红烧的话那个糖跟酱油的比例差不多要到1比1 那因为我们是病人要吃的 所以糖不需要炒到焦糖化 就是稍微把它炒融化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下酱油 这时候呢我们就把酱油放下来 然后少许的米酒也下来 好那酱油的香气了 我们再加水 好我们就把皮面先朝下 那待会呢我们看它这个边面已经有反白的时候呢 再来翻面 好这样两边也都有味道了 那我们就稍微收一下汁 我们就可以起锅了 很简单吧 然后要起锅前面我们再把刚刚鲜绿色的葱段放进来 稍微盖盖子焖一下 鱼翅那个地方呢是唯一比较不容易收的地方 所以如果想要确定的话就是拿一根筷子 在这个最后的地方搓搓看有没有搓得下去 如果搓得过去的话就比较稠了 这样就是好啰 最后把我们的酱汁淋上去 一道简单的红烧四目鱼就好啰 来来来吃吃看红烧四目鱼 这一道真是满满的蛋白质 除了葱跟姜这个就是蛋白质了 不是只有煮清湯而已 红烧也不错 味道很重很好吃 鱼肉因为它也是优质的蛋白质 而且我们食物鱼度啊 它其实油脂的含量也蛮高的 像是EPA啊DHA以及维生素A其实都有 所以它其实是好的油 不用再担心说 哎呀吃了会不会太油还是怎么样 其实还有这个治疗其实很需要热量 所以可以多吃我们的牛奶鱼Milke Fish哦 有任何问题欢迎打我们免付费的咨询电话 我们都有专业的营养师为您服务 希望厨房照顾爱有健康 后述上菜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